育狼创新区将在未来20年分阶段发展 负责规划的育狼集团表示 这是本地最后几个未开发的土地 因此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推动制造业转型 而毗林的登加将打造成森林新镇 为国人提供更多的购物选择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育狼创新区面积600公顷 由南大、洁净科技园、武林、巴哈和登加 五个区块组成 首阶段工程已经展开 预计六年后完成 育狼集团表示 育狼创新区将为先进制造业、机器人 和智慧物流等产业提供发展空间 也将支撑制造业的整条价值链 分析师认为 创新区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并为我国下一代的发展做准备 其实也是对国人 也是对海外的投资者 海外的人才说明了说 虚南现在目前 全球的经济放慢脚步了 可是新加坡就是趁这个机会 要就是说巩固我们在这十年、二十年 接下来这个经济的规划和策划 至于在育狼创新区毗邻登加 打造的森林新镇 面积约700公顷 可提供五万五千个住宅单位 并将以森林作为发展主题 在这个新的组屋区可能会有多一点 这些历史性的这些房子 比如说在这个组屋的屋顶上 可能有多一点公园或一些花园 然后那些新的这些房子可能也是会比较环保一点 建屋局上一次开发新的市镇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当时开发的是绑了新镇 随着政府开发全新的登加新镇 这将为国人提供更多居住选择 也能够增加西部地区的吸引力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